國道一號高雄頂巾路段 發生驚悚事故 一輛載運大型鋼梁的拖板車疑似急煞 導致鋼梁位移向前貫穿車頭跟擋風玻璃 司機幸運逃過一劫 另外在仁武區則是有水泥浴半車 為了要閃避一輛違規變換車道的貨車 不慎失控糧火 載運大型鋼梁的拖板車 停套國道外側路肩 究竟發生什麼事故 原來是鋼梁位移往前碰撞 從前方角度看 直接大型鋼梁硬生生貫穿拖板車車頭 擋風玻璃也破了大洞 近距離一瞧 鋼梁衝破車頭擋風玻璃 可見撞擊力道之大 事發在28號上午 國道一號高雄頂巾路段 當時曾信司機駕駛載運鋼梁的拖板車 疑似急煞 這才導致鋼梁位移 貫穿過車頭跟擋風玻璃 好在司機幸運躲過一劫 現場無能受傷 據了解用路人載運貨物 因捆雜牢固 否則失賞罰單 而另外在仁武區也發生驚悚事故 水泥浴瓣車行駛內側車道 眼看前方有貨車 突然變換車道 司機猛踩刹車 儘管輪胎摩擦地面 瞬間冒白煙 但水泥浴瓣車依舊殺不住 撞到那個分隔島 也有撞到那個小貨車 事發在27號下午 仁武區奉人路 當時成信司機駕駛水泥浴瓣車 為閃避一輛違規變換車道的貨車 不慎釀成事故 駕駛酒車職均為零 現場無人受傷 兩起車禍 畫面驚悚 宛如電影《絕命終結戰》 讓人看了真的 嚇出冷漢 藉由高雄宗報道